高雄左營高鐵站旁座椅 灰白色頭髮 一身休閒裝扮 戴著一紙顯眼的豹紋包包 這名男子挨著男學生坐下 接著從包包裡拿出一副撲克牌 就開始了他的表演 怪異舉動引人注目 表演完之後還向學生要錢 男同學真的給了100塊 過幾天又有民眾募集 換了衣服 但配件沒變 這回他靠近男大生 不過這次沒有得逞 他剛剛過來問我說 我是不是大學生 然後說他是街頭藝人 問我要不要看表演這樣 他可能需要一些人的錢這樣 問我身材我沒有 然後就是打罵他什麼 據附近民眾表示 他都需要平日的時段來 比較過學生足全 而假日呢 則都是萬光客 看準落單的學生下手 這名男子都在 左營高鐵站附近出沒 有民眾曾遇過 被騙了100塊錢 怪異男子自稱是街頭藝人 利用撲克牌的小伎倆 想向學生要錢 金額低至100元 高至1000元不等 不給就死纏爛打 當事人指控這根本是詐騙 在下午三四點的時段 他真的出現了 走進高鐵站旁的市集 四處晃來晃去 誰是街頭藝人嗎 你不是街頭藝人 對於被捕控騙錢 本人搖搖手沒有回應 下去警方表示沒有接獲報案 若是男子有糾纏騷擾 甚至拉扯民眾的行為 就可能涉及設違法或是強制罪 想當魔術師 自己找觀眾沒犯法 但如果專挑學生 有目的性索要錢財 這行為真的要不得 東三新聞 孟家榮 黃曉綺 林嘉義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